歡迎收看SlowboxFans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Otli A-Frame 2.0的鏡頭 A-Frame 2.0通常很多店舖都見到有這隻貨 都比較普遍的 個人覺得這隻鏡頭蠻好用的 因為它的尺寸剛剛好 和最大最大我覺得對比這麼多的模特兒來說 A-Frame 出奇地 可以放一副眼鏡進去是非常之容易的 對比Frydeck 或者Frydeck X 或者Airbrake的模特兒來說 A-Frame 2.0 看起來好像很小褲 其實放一副眼鏡進去是非常之容易的 如果有些人士戴眼鏡的話 可以試一下A-Frame 2.0 可以戴著副眼鏡在裡面 話說都沒有問題的 我等一下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我拿了一個Frydeck XM 可以和現在我這副的A-Frame 2.0做一個比較 這副就是Frydeck XM Frydeck我之前也介紹過 Frydeck兩個模特兒 Frydeck是大碼的 XM是小碼的 所以有時候XM都可能叫做A-Chain Fit A-Frame 2.0 A-Frame 2.0 有時候有些日本版 都寫著是A-Chain Fit 其實尺寸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沒有A-Chain Fit 跟有A-Chain Fit 其實尺碼是一樣的 可能在日本的時候 會打著A-Chain Fit OK 你見得到 其實看上去 感覺上好像A-Frame 2.0 是小褲一點的 Frydeck就出名是大褲鏡 但是你會發覺 如果把它轉到後面來看 其實裡面的位置 A-Frame 2.0 還會是闊落過Frydeck 這樣拼一拼 很簡單 我放一副眼鏡下去 大家就會知道 如果戴眼鏡的時候 譬如我這副 放下去Frydeck XM 你見到它的位置 都要遷就放下去 OK 這樣放下去 但是如果是說 A-Frame 2.0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說 就這樣放進去 OK 所以來說 A-Frame 2.0出席 它的設計好像很小 其實裡面的 Surface Area 面積是比較闊的 OK 所以來說 戴上去 無論是男生或女生 戴上都非常適合面型 還有很適合的 可以看一下 A-Frame 2.0 有機會可以看到的 可以試一下 還有它的價錢 都經濟實惠 都抵大的 好 這副就是A-Frame 2.0 可視角度是非常好的 我就這樣看下去 這兩邊的位置 基本上來說 不用轉頭 你都可以看到左右兩邊 相差 跟貴價的模特兒 例如Frydeck 最大分別 就是上下的位置 尤其是下面的位置 如果你想要看下面的東西 你就要放下 自己 如果Frydeck有些模特兒 眼睛去看下 你都會看到下面的位置 所以 戴褲鏡 就會有戴褲鏡的好處 OK 但來說 例如我男生戴這個 都非常適合面型 我發現女生戴 亦都非常適合的 所以 A-Frame 2.0 我覺得 頗特別 就是 男女的尺寸 戴上去 男生又不會覺得太小 女生戴上去 也不會覺得太大 你看到 這兩度有個位置 其實有個通風位 其實有些棉在 這樣 可能是幫助 Rentination 令到 副鏡沒有蒙意起 方而 其實基本上 都是那句 有牌子的鏡 只要不在淘寶買的話 那些鏡 都基本上 防下氣 都會做得很好 其實是主要通風 因為鏡 滑雪鏡 不是一個微鏡 尾鏡就吸收了 那話說 其實在下面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 梳洞 通風 那些棉 會做得好 很透氣 不會被迫 有武器 所以來說 當然Odly 貴在鏡片的質素 那些球面鏡片 去做到 基本上 不會有偏差 或者是 那些位置 會變形 所以Odly 就貴的貴的道理 OK 好 那我現在 就是戴了一副眼鏡 在裡面 那你記得到了 有副眼鏡 就是剛才的 OK 基本上來說 我這副眼鏡 就是我男生變形 而且這副眼鏡 長一點 都放得下 OK 那我試過有些粗一點 的眼鏡 都放得下 你看到 戴了 基本上 基本上 都是很舒服的 基本上 沒有什麼影響 不會壓到鏡 OK 會有 有武器 那 完全沒有問題 OK 非常適合的 那這個就是 Aframe 2.0 戴著眼鏡 去看 都不方便 歡迎收看Slowbox Fans的YouTube Channel 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 另外我們有Facebook的商店 就是Slowbox Slow Game 介紹我在美國訂回來的最新的滑雪產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到時你就知道我回到什麼新貨 多謝